對 在前面我們利用這k in range 然後2k就可以跑出24680 那我們這邊也談過 我們如果要變成13579呢 其實可以讓它變成2k-1 但其實這個寫法並不是唯一的 你也可以寫成2k加1 那要寫2k加1怎樣 這個主標要改變 我們這邊其實今天如果是從0開始 我們再讓執行 這個東西也會變成13579 當然你還可以寫成怎樣呢 例如說我也可以把它改寫成 這個加3 那2k加3你今天要跑出13579 一開始k就是怎樣 k就要帶來這個-1 那-1的時候這邊第一項就會是1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最後一項的話要是9 那最後一項9的時候 這裡是放4 那這裡放4的時候最大是3 3乘2加3這邊也會是9 所以這一般是跟這個range 事實上是要相互做一些搭配的 然後在 然後這邊要稍微補充一下就是說 通常呢 如果是0開頭的時候 我們這個0呢 事實上是可以省略不寫的 所以這東西把0拿掉呢 它會得到一樣的這個效果 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這個小練習 例如說 我們知道1900年是屬年 那如果我想要逆出1900年之後 生效為屬的出生年 那這時候要怎麼用這個方式來寫呢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1900 然後再加上什麼 2乘上k 這東西就是說 我一開始帶0的時候呢 就是1900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再一直加上去 我覺得這個 在電腦裡面呢 range用0開頭的寫法呢 其實有時候還蠻自然的 比我們一般數列用1開頭 這公式寫得更緊接 所以利用這個寫法呢 就可以反映這個初十字 例如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寫一個 10 13 16 這種 首相為10的等差數列 那其實比較好的寫法 我也會建議這樣子 10 再加上什麼 3k 對 但是我的一樣 我這個k呢 就是從0開始 那如果我現在第一項要帶1 那也要跑出一樣的方法的時候呢 這邊的話就變成什麼 那這邊就要改成7 加上3k 這樣子v3跟v4呢 它才能夠跑出一樣的這個結果 在做數列的操作呢 這個主標跟一般式的對應 是相當重要的 當然很多人就覺得 這邊要轉換很麻煩 所以是不是可以在range裡面呢 自動讓它變成等差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下一節想要講的 range呢 它其實可以擺第三個參數 什麼 好 我們先開始看 我們先開始看 可以 我們的